下周三 1月6号 美国参众两院将举行联席会议 目前至少有14位众议员 11位即将在1月3号上任的众议员当选员 以及一名参议员计划在当天挑战6个争议州的选举员团票 美国至少两家媒体周四各自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 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周四举行党内电话会议 想施压准备挑战选举人团结果的参议员霍利 不过霍利意外缺席 让共和党大佬们相当不悦 霍利31号再次对媒体强调要为人民说话 2020年12月30号 霍利表示 他将加入这次的挑战行动成为第一位将挑战选举人票的参议员 反对川普的共和党众议员金辛格30号表示 他认为会有超过100名议员在1月6号那天挑战选举人票 新唐人和电视章麒麟 综合报道 明不代表 worms 兵灯